Leo聊世紀 每日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海軍上架 島嶼地圖 這場比賽是YO對上瘋狂安迪 看一下YO選擇的文明是朝鮮人 朝鮮人最大的特色是挖石頭速度很快 而且他的劍塔可以免費升級 迎關技術點下之後 劍塔的射程可以再提升 朝鮮人海戰的部分 擁有龜甲戰船作為前期的主力 中後期還是要打弩炮戰船 作為主力會更好一點 整體來說 朝鮮人的龜甲戰船 可以當出前排坦克 可以取代火戰船 做出一些比較特別的反擊 以打塔攻來說 在打團隊這樣地圖來說 團隊島嶼或是島嶼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項 畢竟他的劍塔可以免費升級 控圖的效果非常不錯 射程很遠 整體來說 朝鮮人打這個海戰圖 我覺得算是中規中矩 不會到太強也不會到太弱 畢竟有這個什麼意大利啊 或是有這個什麼敗戰艇之類的 還是可以選擇 甚至這個薩拉森之類的 朝鮮算是在海戰圖來說 比較複合性質的一個文明 並不是一個非常 有一個決定性的主動權的海戰文明 那接下來看一下亞美尼亞人 那亞美尼亞人呢 海戰優勢就比較明顯了 天生呢這個戰船 就是有這個額外的一發箭矢 雖然這個箭矢呢 是一滴傷害而已 但是擊殺城塔 所以亞美尼亞人的戰船 算是比較容易打出優勢來 那他中後期呢 還可以點下銀罐技術 增加這個德洛蒙戰船 頭石河戰船 與自己的 這個奴炮戰船的這個射程 可以增加一點射程 還不錯 所以整體打下亞美尼亞人的 打法算是比較 偏向海戰優勢比較大的 不好意思 這個奴炮戰船的射程不會增加 是增加這個自爆船的範圍 還有這個 頭石河戰船的射程 因為由於亞美尼亞人沒有火炮戰船 所以這個頭石河戰船 所以會有點稍微buff一下下 那整體來說 亞美尼亞人實質上是個海軍文明 他陸戰他的優勢並不明顯 因為他的陸戰有這個 複合弓箭手 但是沒有拇指環 雖然陸戰也能打 但是優勢來說的話 比海軍比起來 海軍的優勢會更為大一點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兩邊的一個 前期打法 看一下亞美尼亞 前期是補碼頭 再來前方 YO也是 這樣子的話 兩邊應該前期會打一個 比較開胸模式 不是直層 那現在以島嶼地圖來說的話 誰開後方的碼頭位置 打直層機率就更高一點點了 因為你要爭取一些時間 讓自己的魚補得更久一點 到了城堡時代 再打出火戰船 弩泡戰船 再防守自己的魚船的一個模式 那島嶼地圖跟一般的遊牧地圖一樣 就是也要趕快去五個人伐木 然後去按一下魚船 魚船按到四到六艘 多折八艘 就是這個魚船數量稍微記一下 四六八 就只有這三種數字了 再按上去的話 你的木頭的經濟分配可能會爆炸 造成你的戰船按不出來 反而戰船按越多 也沒有辦法反擊對方的火戰船 或是弩泡戰船的部分 或是弩泡戰船的部分 好 那YO這邊是選擇了20村 點封劍3 那亞美尼亞人這邊也是 兩邊都是選擇了四艘戰船 四艘魚船的一個選項而已 好 那趕快來三個人挖金礦 待會就可以展出 欸這個弩泡戰船吧 應該不是打火戰船 好險人這邊打火戰船 優勢不是那麼巨大 現在比較主的都是打戰艦的部分 因為火戰船的話 可能只是爭取一下時間 主要的構成還是要打戰艦為主 這個戰船 好 那這邊亞美尼亞人也是打戰船 OK 兩邊都是一個正常的戰船開局 那這裡木頭的量 就會剛剛好 可以用得比較極限一點 好 第二發戰船出來了 好 那YO這邊是補了三個碼頭 那如果補三碼頭的話 就很難去補下兵工廠喔 就很難有一級射的優勢 但是以前期的造船數量來說 他是具有優勢的 好來看一下這邊的細節 好細節貼近 射到了三發傷害 這裡鳥傷戰船 遇到了剛出來的戰船 安迪這邊防守還不錯 YO這邊前期的防守也OK 戰船過來兩邊都是互相交戰 這兩艘戰船有機會可以包夾 但是YO也點下了一級射 哇他哪收補的 補充很快 好吧 結果這裡包抄 選抉擇放進 好怕後面也被包抄 好現在安迪也是三碼頭開 三碼頭就是可以穩定出戰舰 然後趕快去量產自己的 村民 繼續補下木頭 把這木頭補多一點 好這裡五人挖金 挖金礦的數量也算是正常 沒有什麼太特殊的地方 兩邊都是打一個很穩的 亞美尼亞人在打 海戰之中 他有經濟上的優勢 好這邊看一下戰船 哇靠這個被點掉有一點多艘啊 兩艘漁船被點掉 第三艘也沒了 好但是亞美尼亞人 現在有戰艦上的數量 正面優勢 YO可能要稍微拉打一下會比較好 好直接硬上了 能秒釋掉一艘船的話 就可以變成五五開 而且自己又補上了一艘船 會具有優勢 好趕快來看一下 這一波交換 安迪好像快炸裂 YO有更多的優勢 完了 好這邊現在是七艘打六艘 哇唷這邊要稍微動一下 左下箭矢 等一下自己的主艦回來 哇安迪這邊被打到只剩下漁船啊 好戰艦兩邊再繼續互射 左邊戰艦回來 來看一下十二艘打五艘 該測了吧 這個是人間數量夠多 現在YO有這個村民上的數量優勢 魚船上的數量優勢 趕快繼續往前壓制 戰艦來說的話 亞美尼亞人也是稍微弱勢的 好這邊YO就可以嘗試去偷魚船 但是我覺得在這邊偷魚船會 反而蠻危險的 可能繼續按戰艦會更好 有些高手們也會在這邊偷魚船 但是偷偷很容易偷出事 所以繼續按戰艦是比較好 好這邊又看到魚船 不要吧 呵呵呵 這個在點掉喔 經濟優勢就歸零了 好這裡點掉 魚船全倒 還好沒有偷魚船 後面就去補戰艦 但就不會太劣勢 但至少四艘魚船都偷掉了 好YO這邊又有弱量經濟優勢 點下了城堡 那我看到亞美尼亞這邊 四艘魚船都被點掉了 但是支援量 卻比朝鮮還好一點點 因為亞美尼亞人的 這個旅車裡面的科技呢 升級之後 大概可以提升40%的效果 他的伐木技術挖石挖金 每按一次都是提升40% 所以亞美尼亞人在前期來說 經濟一定會比朝鮮好 中期來說可能也是比朝鮮好 所以我才會說 YO選這個朝鮮文明 打這個海戰 其實蠻中規中矩的 並不是一個 非常強大的海軍文明 也有可能YO在挑戰自己 看可不可以用一些 特別的文明 去打贏這個海戰 而不是選擇什麼敗戰艇 還有薩拉森 這種擁有戰艦上的優勢的文明 來打這個海戰 那我們在亞美尼亞這個文明出來之前 我們的頻道就有在講 哇這個亞美尼亞出來之後 變成海戰首選文明也說不過 確實現在每一場海戰比賽 都會看到亞美尼亞 那個自爆船實在太猛了 而且雙劍的這個戰船 3A戰是不錯 結果安迪抓到了戰艦 哇這三艘 好 漁船直接被抓光 換YO這邊有點爆炸 趕快來救一下 好不敢走進去 這個走進去可能會損失更多 好YO想要繼續貼著打 安迪的戰艦數量只剩下9艘 好這裡有機會全部收光嗎 安迪好像衝動了 雖然偷到了漁船 但是正面的戰艦數量已經打輸 好我們炮戰艦趕快提升數量 好YO這邊補下了3TC 這裡戰艦要等一下再繼續補 3TC先農 安迪這次決定先升時代上去之後 戰艦繼續按 TC先不開 因為這邊開TC的話 可能會直接爆炸 好我們炮戰艦升級好 所以戰艦也收掉了 好看一下左邊的碼頭數量 現在已經來到了4個碼頭 好但是奴套戰艦升級有點困難 畢竟這個漁船被打掉 肉不太夠 升級奴套戰艦有點困難 但是YO現在也是 但還好YO這邊是 先點完奴套戰艦之後 這個漁船才被抓的 所以先暫時 雖然TC3TC 落量很極限 但至少還可以繼續 穩定這個肉類 好所以一級農一點下 開始轉彎灑農田了 恩 亞美尼亞人應該也開始灑農田了 因為這裡不灑農田 肉會斷得很誇張 好兩邊戰艦都已經升級到了 奴炮戰艦 二級色也都有了 好這邊可以看到亞美尼亞的這個戰艦 前面那個奴炮是直的 然後空中發射的箭矢 就是額外的依發箭矢傷害 好所以這邊 安迪如果想要打出優勢來的話 應該要點下銀罐 出自暴船 配奴炮戰船 可能會是一個不錯的選項 但是在那之前 還是要先穩定一下自己的戰艦數量 才有可能打得贏 那待會YO的目標呢 是要把中間給站下來 黃金跟石頭 而且是打上四個聖物 如果能早點拿下的話 打中後期 自己也不會太劣勢 好 YO決定去後方喬喬 看看有沒有在後方捕魚的碼頭 好那次安迪也找到機會 可以直衝門面 YO家裡的碼頭 並沒有太多的船艦 本來是選擇了包抄嗎 看一下有沒有後面抓到一些漁船之類的 好 後面直接抓到了 村民兩隻 好 碼頭這個血量掉的有點快 YO這邊戰船 繼續補 按了一隻生旅 生旅的話 點暗防守的效果 其實蠻不錯的 好 亞美尼亞人 點下來彈道雪升級 這樣就不會打得太歪了 快趕快走趕快走 我戰船 要被打掉了 好我們沒有時間控 先來看一下這裡 兩隻村民趕快走 安迪有看到 但是來不及了 戰槌跑得比較快 戰船 哎呀全部收掉村民 好 那現在村民出 六三村 打五十村 亞美尼亞人 明明村民 跟漁船的數量 都是劣勢的狀況 經濟上還贏朝鮮了啦 所以這場比賽真的是很特別 朝鮮沒想到也可以出現在這個 海戰圖當中 團戰來說的話可能會出現喔 但你單挑用朝鮮來打 只能說YO非常大膽 好那亞美尼亞人正面開始 掩壓過去 打掉了兩個碼頭 YO這邊可能有點難打了喔 正面的部分一直被騷擾 碼頭的話沒有辦法正常的產出戰劍 安迪開始要來打個多謝了吧 哇這邊又抓到蓋碼頭的村民 YO一個繞背 繞到自己正面爆炸 不繞背可能還不會輸 那以一些團戰打法來說的話 有些朝鮮玩家 會在城堡時代出去 去按這個龜甲戰船 因為這個血量夠多了 可以當作坦克在前面坦 輸出也還OK 看一下YO有沒有考慮出一下龜甲戰船 好斬出了一些火戰船 像火戰船被奴炮戰船 集火還是龜被秒殺 完蛋了完蛋了 過來亞美尼亞還是比較厲害嗎 這個戰劍威力太猛了 好後面開始在繞了 這邊生旅 找個機會 把這個聖物先撿起來 好上面四個碼頭 轉出戰劍應該是沒問題 好 這邊要小心 啊又一川 帝王時代補下 歪歐 是不是想用帝王打城堡嗎 好戰劍終於來了 現在暗地要盡全力的去封鎖港口的出現 上方港口已經穩定下來了 開始重新造戰船當中 好亞美尼亞人 按了一艘運輸船 待會要來撿島上的中間生物 運輸船在這邊等著 待會要來炸一下生旅 好 歪歐後面也有少量戰船 稍微控除一下 好 兩邊地獄四代都補了 大概差1分10秒左右 好 好 經濟上來說 歪歐終於反超了 安迪亞美尼亞人 現在就有聰明的數量優勢 把這個經濟開始拉開一點點 安迪這邊則是忘記點一農 經濟其實有點差 有太多的資源耗費在這個農田上 好這邊就去沿岸掃蕩 這些房子 好先點下一個航海技術 21艘 打亞美尼亞 現在是25艘戰艦 好運輸船 放了一隻生鯉魚 現在下方生鯉魚可以去偷撿 運輸船又看到 不然又船難了 好上級射 化學趕快點 安迪看到這一波一定要上 因為對方升級時代有優勢 但是升級時代 這時候還沒有三級射 跟重巡弩號戰船升級 外側這邊則是要趕快撤退比較好 這裡千萬不要硬碰硬 自己有升級優勢 升級好再回頭打會更好 對方還沒有升級好 這裡在升級好之前 千萬不要 正面損失太多戰船 不然這樣子打的話 外側很容易正面會打輸 哇這邊數量看著被打出來了 14艘18艘 明明有自己升級的優勢 外側要不要再沉下 再等一下再等一下 但是有三級射了 有三級射的話 射手的話 比對方的戰船還要遠了 OK現在完全壓制了 好這個中巡弩號戰船還有一分鐘 外側並不知道這個在升級 所以沒有開始攻打這個碼頭 好這個孢弩船按不出來 好暗地這邊也想要沉入器 再等個一分鐘 等話學好再回頭 好外側想要去追逐本 主艦隊這個戰力 這個戰力只要追上就有機會打得贏 但是現在13艘打17艘 這招數量上明顯不是很有優勢喔 這裡點下了造船員 造船員點下之後 戰船的成本就會下降很多了 中間上島 我還要開始控圖了 OK 這中間兩個聖物 拿下 只要能控到聖物的話 後期打海戰問題就不大了 現在還有這個大型箭塔 朝鮮的大型箭塔到了後期 射程可以高達15點 13點才對 那這個13點是連工程 工程工程師的火炮都可以反擊回去的射程 所以打朝鮮的箭塔 只能用巨型投資機或是衝車 效益會比較好 這邊投資車戰艦 造了個心酸 戰艦重新在這邊集結 好 現在YO優勢非常巨大 現在亞美尼亞人被反打回去 船屋技術也補下了 好 待會船屋補完之後 亞美尼亞人的戰船 就會被YO的朝鮮戰船給追上 所以誰先點船屋 這個海戰的移動優勢就非常巨大 好YO這邊開始在控黃金 把這裡的黃金控住 讓戰船的數量開始下降 被控到資源點的那一方會很難受 好點下了銀罐技術 西里西亞艦隊 這個艦隊點下之後 就可以讓自爆船 這個範圍變得非常短 還有這個投資車戰艦的射程 變得遠一點點 好火炮戰船已經出來了 沒有選擇打龜甲戰船 而是打火炮戰船 原來龜甲戰的火炮的射程範圍 非常短 如果要反擊對方城堡的話 還是用這個火炮戰船 會更有優勢一點 WIO這邊的戰船數量 已經明顯優勢於亞美尼亞人 21艘打58艘 WIO的經濟已經 碾壓是亞美尼亞人 中後期的話 只用村民的基本功 碾壓對手 好 安迪這邊的文明優勢的經濟 已經並不是非常的有感了 村民數太少 優勢並不是那麼大 好 WIO這邊停下了村民數量 開始轉往 點一些科技 連著工程工程師也點下了 好 這邊有個窄口 對外要不太有力 這裡要趕快撤退 好 爆破船升級當中 基因對火炮戰船 拆城堡很快 這裡上島 開始要空土了 WIO這時候 銀罐還沒有點下 有機會點一下銀罐吧 好 這邊海戰致命互打 頭車戰艦掌了一發 射程13點 德魯蒙戰艦 射程非常遠 但是要小心一下 往後控 OK 三艘德魯蒙戰艦 在後方繼續重拾傷害 好 先來看一下這裡的關鍵 德魯蒙戰艦有沒有控好 好 再炸一發 好 這裡要撤退嗎 這邊開始有點打不太贏 好 這裡上島 開始進攻 五艘德魯蒙戰艦 看一下 哇 又掌了一發 這個血量 爆炸 這個是爆炸 好 YO這邊的戰艦數量還是優勢 最主要的戰艦都在右側這個位置 在沿岸使用火炮戰船掃蕩當中 這邊的阻力並不是所有的戰艦阻力 好 這裡德魯蒙戰艦 衝得太前面了 哎呀應該是沒有控好 德魯蒙戰艦其實很難控好 好這裡火炮戰船 開始偷插一下碼頭 這裡自爆船 要不要再囤多一點 找個機會炸一波 但現在正面的島上情況 也很難控住 現在越插越深入 這個黃金已經讓 亞美尼亞人黃金不會領了 正面的戰艦好像也打不太贏 亞美尼亞人打出了GG 我們恭喜YO拿下比賽的勝利 哇 YO這裡真的是打得非常精彩 戰艦繼續噴上島 然後用大型箭塔封防控這些地圖 甚至連這個火炮工程也出來 還直接分兩隊 正面戰艦 就覺得這些數量 就打得贏安底了 後面這邊還分個分隊 這邊沿岸的建築物都被掃蕩了 讓它造成它的人口也下降了一點點 而且這個最重要的黃金也被控住了 看起來YO的朝鮮海戰打得確實有料 但是真的是在封建時代跟城堡時代的時候 會過得比較痛苦 變成自己的優勢會比一些的海戰文明 更劣勢一些些 那YO基本上這一場 是靠著自己的基本功 跟自己的多線操作 還有這個文明的觀念 打出了非常大的優勢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也要請記得幫助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我也掰掰 還有一些趕緊的摘発 我們開始玩呀 可以接受到這裡了嗎 可以接受到兩大條路 我們可以接受到這裡 字幕 李宗盛